这《虎丘山》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家想一想啊 《红楼梦》第67回 它的回目叫做 《见土仪,平清思故里》 平清是谁? 平清就是平平啊 平平是谁? 林黛玉啊 顾礼是怎么回事? 林黛玉他们家就是姑苏人士吗? 是不是? 他父亲带着他 小时候就住在姑苏啊 他父亲叫兰台四大夫 兰台四大夫应该在京里啊 未必 他有可能是个虚贤 他真正受的实贤是什么? 他考科举考试他是叹花 他考的成绩非常之好 他是科举出身的 他本来也是世西的 后来君子之责武士而战 过去世西的不是永远世西下去 个别的可以永远世西 叫世西往替 像清初的八大铁帽子王 就是这种一代一代成绩下来 是不递减的 那么一般的这个西决 这个情况呢都是递减的 不是亲王 下一代郡王 再下一代贝勒 再下一代贝子 一级一级的往下降 是吧? 那么降到武士以后 基本上就没得成绩了 你要想再要公明就你自己正 这个林如海 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呢 就是这个情况 他们家已经过了武士 已经过了武士了 没得再成绩了 所以他就是读书出身 他就是去考科举 考中了 考得还很好 然后呢 做了蓝台斯大夫 再后来呢 是吧? 呃 甲雨村和冷子兴 是吧? 演说容国府的时候就说到 啊 那个甲雨村是给一家做西袭 给谁家呢? 就给林如海家 教的学生就一个 是个女学生 谁呢? 林黛玉 是吧? 就说文的今年搓证 点的是林如海 搓证就是严证 搓就是严 这个严证呢 哎 主要是在两淮 所以呢 这个林如海就是两淮寻言御史 这个差事谁干过? 曹云干过 就是曹云的祖父 做过两淮寻言御史 还有谁干过? 曹云的旧爷 叫李旭 李旭也做过两淮寻言御史 看来写林如海 这个林如海的身上 应该有他们的影子 这是林黛玉的父亲 所以林黛玉是孤苏人 他是苏州人 本贯孤苏人士 他是苏州人 他从小大概是出生就在苏州 长到五岁 大概都在苏州 是吧? 至少多数时间都是在苏州的 后来是因为他父亲做了两淮寻言御史 所以他才跟着他父亲去了扬州 他其实在扬州没待多长时间 他在扬州 他母亲在扬州去世 然后他守着读书 读书呢 跟着谁呢? 就是跟着这个 甲鱼村 对不对? 然后跟着甲鱼村一起 又入了都 进了京 然后到了荣国府 这是林黛玉 林黛玉进了甲府之后 那么所有的家乡 他肯定说话还带有乡音啊 对不对? 已经五岁了 在苏州长到五岁了 他肯定是一口的无浓软语啊 对不对? 那一听说 有东西从家乡来 谁带的东西呢? 谁带的东西呢? 土仪 土仪就是家乡的一些 一些风土之物嘛 对不对? 谁带来的呢? 是薛宝钗的哥哥薛盘 薛盘自己想学着做生意啊 到南方转了一圈 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 带了两大箱子的这个礼品 给谁呢? 给了薛宝钗 他怎么这么有心呢? 是吧? 这人很有意思 薛盘这个人呢 这个在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 是怎么呢? 眼形不软 一下子看到天底下 还有这么漂亮的这个女孩子 是吧? 于是身子就疏倒了半边 哎呀 一看 这个林黛玉简直是仙人啊 是吧? 让他垂涎不已 羡慕不已 但是当然了 他是单相思 是吧? 林黛玉怎么会看上他呢? 当然他们家里开玩笑的时候也说过 是吧? 林黛玉有一次要认薛姨妈做干娘 是吧? 这个薛宝钗说 认不得的 不能认 他为什么呢? 你认了干娘 那就 那就 乱了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是吧? 那 这个我们正要跟老太太说呢 是吧? 把你给我哥哥做媳妇 是不是啊? 所以林黛玉一边笑着一边捶着薛宝钗 一直钻到薛姨妈怀里边撒娇 说姨妈不打透不依 你看他都说的什么 也就是说他们薛家也不是没打过这主意 但是啊 说实在 说归说 笑归笑 这肯定不合适啊 对不对? 那怎么能把这个林黛玉嫁给薛盘呢? 但是薛盘不一定不知道这些议论 他自己也不一定没有过这心思 从他带回来的土衣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不对 知道不知道 那一点也不知道 黛玉也不会看得上他 对不对 黛玉什么人啊 心高气傲 眼里边只有一个人 而且人家前世就决定了 人家是来给神英侍者 也就是贾宝玉还内的呀 地坑